清晰 relaxed P. Uruguay Lord, silica Elise 好,謝謝主席 謝謝提名人 您好 您的專場是著作權方面 我想請教您幾個問題 第一, 第一個,你自認為自己在道德文章、法學素養方面好不好? 我自認為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假設60分及格,你自己打多少分? 我想80分應該沒問題 好,很有信心 請教您,您在大學或研究所都在台大就讀,對不對? 是的 那你自認為台大有沒有把你教好? 我們在台大就讀的期間,有很多非常有名望的老師 他們的學養都非常的豐富 那他們的這個研教、身教都深深的啟發我們 那特別是說,他們帶給我們很大的法治國家的觀念跟國際觀 非常好,我希望你簡要能夠打 台大到底有沒有把你教好? 我自認為我是學得不錯 好 那你以前為什麼會認為說,台大沒有把馬前總統教好? 請問委員,我可以有幾分鐘的時間... 你可以唱手藝 是的,好,謝謝 謝謝 因為這件事情不能夠太過於簡化的被回答 因為主委主席給我八個鐘頭 但是我只有十五分鐘,再要答 謝謝 我想當時事件的發生是在太陽花的學運的時代 大家都清楚 那這個當時太陽花學運抗爭的主要原因 是因為在3月17號的立法院的聯席會上 那張慶忠委員宣布這個服貿協議的這個審查通過 超過時間,超過90天 市委這個已經審查通過 因此呢就送交立法院的院會存查 那就引起很多學生跟民眾的不滿 所以在318晚上他們就集結,然後佔領了立法院 那當時如果這個總統馬英九先生 能夠秉持台大自由民主的學風 必然可以舒緩學生的抗爭的情緒 但是當時這個馬總統他呢 仍然強調這個服貿協定呢 他必須要堅持而且必須得要通過 同時呢指責學生 以違法的方式來佔領議會的現場 然後呢對於這個委員運作造成運動影響 謝謝提拼人 因為差不多了 因為裡面有針對重點 我跟妳討教 台大的校訓是什麼 台大的校訓 敦品力學愛國愛人 沒有錯 如果妳以台大的一個教授 公開以妳的政治立場做基礎 在批評當時的執政黨當時的總統 妳真的有做到敦品力學愛國愛人嗎 妳自認為 妳雖然妳自己認為 妳自己認為說 自己打分數有80分 但是基本上 假設我可以客觀來評分 我覺得妳剛剛好 61分而已 再給妳討教 因為妳基本上 連對當時的國家嚴守的最基本的尊重都沒有 談什麼 愛國愛人 敦品 我認為結論是 台大沒有把妳教好 再講一次 台大沒有把妳教好 另外再請教妳相同的問題 台大有沒有把蔡英文總統教好 基本上這個在一個民主的國家 我當時批評馬英九總統的時候 我是一個學者 而且呢是一個法律學院的院長 那最主要的職責就是要保障保護學生的安全 因此當時基於保護學生的這個立場 謝畢提名 你不要離題 我現在問你台大 有沒有把蔡英文總統教好 所以我覺得任何人批評國家元首 在民主國家都是正常的 那至於說您所問的這個問題 我個人是認為說 這個蔡總統跟馬總統 當時的這個時空背景是不能夠相提並論的 當然可以相提並論 因為你現在被蔡英文總統提評 你才有資格站在那裡 所以你不敢批評蔡英文總統 對不對 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 當時是因為血運 所以說我為了要保護學生 你也曉得 蔡英文總統也是台大法律系畢業 但他上任之後 做了多少委婉民主 違憲的事情 不管是促轉條例的等等 不太太的等等 等一下我給討教 都是違憲的事情 所以我的結論是 台大 套用你的話 沒有把蔡英文講好 交好 另外再請教你 台大 有沒有把陳前總統水扁交好 你說誰 陳水扁總統 水扁總統 這個也是當時我要再重申 就是說 我是以法律學院院長的身份 來保障學生的安全 來做出發點 因此提出的批評 所以你就不敢對陳水扁總統做相關的評論喔 這個不能這樣講 你連最基本的道德勇氣都沒有 如果我沒有道德勇氣 我當時就不會站出來批評 但是你是以意識形態做為基礎 我是以保障學生的安全來做為最大的考量 你最大的考量是你的政治立場 跟你的意識形態 所以我強烈懷疑 你被提名之後 你有辦法獨立行止職權 捍衛憲法的立場嗎 你自認為 當然可以 沒問題 我強烈懷疑 你以後 會成為民進黨 政治的打手 加了講法 您如何回應 不會的 學者最重要的就是本於自己的良知 我怕你的良知啊 我怕你的良知不見了 你的意識形態 你不能夠說 我堅持民主自由 這個就是有意識形態的 在憲法 我不是 我是 你從你過去的背景 你看看他很清楚 你還當過民進黨的重裁委員委員 請教你 好 你說你有良知 你有專業 請教你 過了兩天 另外要審查了政治黨案法 條例草案 它呼籲政府機關 可以沒收民間的政治檔案的權利 請教你兩個問題 希望你秉持你的良知 能夠答覆這個問題 第一個有沒有侵害人民的財產權 有關政治檔案的立法 因為這個是在大院的審議當中 那這個並不是大法官的這個 目前要審議的這個 你現在還不是大法官 我只是說從你 剛剛你講了 你說你有專業 你有良知 我需要你從專業的層面 來回答這個問題 不敢答了嗎 不是不敢答 那你就趕快答 因為我對於草案的內容 其實 因為 也還沒有完成立法 那我就跟你講了 可以賦予政府沒收民間政府檔案的權利 到底有沒有侵害財產權 如果說是政府的檔案 您提的是政府的檔案嗎 民間的檔案 民間的 屬於政府的檔案 那理論上 那這個政府的檔案 它的權力 所有權 應該就是屬於公文書啊 這個是屬於政府的啊 你仔細聽好不好 你認真聽好不好 我說是政府有權利 沒收民間的政治檔案 如果說它是基於一定的公益性的考量 譬如說 這些政治檔案裡頭 它有很多 有關 人權 民主的相關的資料 那這個 對我們來講 都是大家共同的資產 因此在這種情形底下 要求 人民必須要把這些 相關歷史 大家共同的這些 記憶的資料 能夠交出來 我認為 基本上並不違反 這個財產權的保障 會不會有違憲之語 我還客氣喔 我講違憲之語喔 我希望你本於專業良知回答的問題 這個有沒有違憲之語 我想這個在憲法 第二十三條也講得很清楚 二十三條的這個條文 抱歉我不會背 那 他說以上所列舉的這些自由權利 當然包括財產權 為了要防止妨害他人自由 避免解決歪 為難維持社會秩序 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 不得以法律協志 我希望你就簡要的答 你不要跟我練條文 那個條文我也知道 另外請教你 促轉會是一個行政機關 他可以撤銷 他可以撤銷過去 經過司法機關三審判決的 判的相關的案件 可以把它宣告為不當 或者是判決無效 這樣有沒有違憲 促轉會基本上呢 是基於轉型正義所設的機構 那如果這些判決 他有所不當有違法 那這些造成很多的冤獄 那這些人被這些被告被判刑的人 其實對他們來講 是一輩子的落計在他們身上 那我認為說 應該要還他們一個公道 讓他們 還他公道我贊成啊 所以你的結論也沒有違憲對不對 我是認為 只要是依照這個促轉條例 所規定的這個程序去進行的話 這個應該是沒有違憲的問題 謝謝教授 你說 我剛開始請教你自己打幾分 你說有八十分 我本來客氣說你也六十一分 從這一路問下來 我覺得呢 你可能就二十分 你講什麼屁話 經過立法院通過的 促轉會條例 通過就沒有違憲 你的法律是通過下去 那要大法幹什麼 我們要大法會幹什麼 就是要你立法院通過的法律 也有可能違憲啊 你說只要經過 依照促轉條例 再做就沒有違憲 你這樣有沒有違背良心啊 因為我的前提是說 促轉條例的規定 如果是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 所要求的基於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 然後以法律來限制 這個在憲法的實質上 是沒有什麼問題 我跟你吵架 到底有沒有違憲 你能不能直接答 或者你說你不敢答 或者你不想答 或者你的專業不足以答這個問題 你能不能直接答 在這個法律的規範上面 基本上就是剛剛講的 憲法第二十三條的依據 那至於具體的問題 它到底促轉條例哪一個部分是違憲的 這個對不起我在這裡不能夠回答 因為這個基於大法官未來的職權這些案件 它可能會進入大法官的這個審議 我不能夠視線在這裡進行表態 我就請教你了 就是它經過法院三級三層 判決確定案件 你平助長會就可以把它宣告無效 這程序上沒有問題 好啦 你不敢說算 請教你一個問題 大法官經過立法院任命 整理通過之後 假設這些大法官表現不好 你再不贊成 有一定太處的機制 因為相關法律並沒有規定這一點 所以我目前也沒有辦法回答 那這個可能要看看其他國家 對於他們這個大法官 是否有徹職的這個相關的規範 來做參考 那我目前沒有辦法回答您這個問題 我也知道現在法令沒有規定 那我就要請教你啊 你說不敢答覆 你不會答覆是不是 是的 我不會答覆 這個問題已經超出我的能力範圍之外 超出你的能力範圍 是的 因為 作為一個大法官 這樣的問題你都不敢答 理論上可能就像一般的法官 是有這個可能性 但是呢 要如何去立法規範這件事情 這個是未來大院的這個職責 因此在這一部分 我也沒有辦法去做任何的回應 所以你的問題是 你的回答是 假設立法院通過有一個立法 能夠拆除不適任的大法官 尤其是立場非常偏頗 不能適度的捍衛憲法的最後底線 你是贊成我們立法把它拆除對不對 這個必須要經過非常嚴謹的程序 而且如果其他國家沒有這樣子的一個立法力 那這個會危害大法官獨立審判案件的一個立場 這個這樣子的一個做法 很可能是違憲的 你剛才講 問你很重要的題 謝謝 接著請王玉民委員 謝謝